大家好,我是GDOM 今天我们挑战的内容是用装甲车吃鸡 为此我们配备了三个修车工程兵 这样就能确保本次挑战的万无一时了 现在绝对圈还是十个人 绝对我们三个,就是七个人 保守估计是两个队 我们接下来,请看我们是怎么用装甲车 将敌人的心态打崩呢 前面上坡发现一人 相比面上应该有好几个队友的样子 问题不大,直接冲 靠状态压的 哎哟,闪得挺快 装甲车的转向不是很灵活 所以这波我们不要练战 我都让战略性撤退一下 快快快,修车 漂亮,冒火直接变满选 就是这么残忍了 他们开的可不是装甲车 而是坦克 接下来换表弟来开 发起第二次进攻 这老弟有点狠啊 然后咱们的面就这样撞死了两个 不过看这情形 场上应该还剩两个队 不过都不是满编队的样子 后面有人在打咱们 回去好好教育一下他们 这两个小蹦蹦就先不管他了 怎么,怎么,你不给车 谁都敢打我啊 来,先把前面这个撞 哎呀,表弟,你这车机不行啊 现在血量还有一半 满灯残血了再修 免得浪费了CD啊 哎,等会儿 这边上是不是有个伏地膜 来,表弟,撞他 来,表弟,撞他 哎呀,表弟,你这车机不行啊 来,这波开我的 哎呀,还有这操作 哎,表弟,快修 三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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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秒,一秒 修起来,修起来,撞他 交给我吧 还给我飞 不是挺能闪的吗 看我给这俩全部 嗯,这边还有一个怎样子 跑歪了,跑歪了 又是这福利膜 嗯,这边怎么没撞死 再来,今天不信你不死 哎,这怎么还不死 这就有点不科学了 不过不着急,慢慢来 就剩两个了 绝对安全 哦,看来最后两个户掐起来了 那么场上只剩最后一个人了 这里给大家卖个关子 大家要想找最后这人的下场吗 请看下期视频 爱你们,猫猫的